他们我把鸡买回来了 看怎么样 怎么是这个颜色的 那是下蛋鸡吗 可以下 老板说养几天就会下蛋的 哎 布丁 布丁 你不要动我的鸡 就是要下蛋有呢 起来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 快起来 来 起来起来 不行 我得做个鸡舍 一会布丁就给我糟蹋了 你看 布丁 布丁 你别发生 哎哎哎 你听我说 这些鸡你不能动 他下来蛋你可以吃 但是鸡你不可以动 天啊没有 啊 看你激动的 哈哈哈哈 大姐快过来帮一下忙 来了 用我帮忙吗 不用 咱大姐一个人就行 小方前两天 上山 请人家大娘的吃一次鸡蛋后 回来一直念念不忘 对吧 现在弄鸡是准备养鸡 让鸡自己下蛋吃的 那个山上鸡蛋的味道 真的是小时候味道 现在我好多地方都没吃不到 只能自己养了 现在都找不到 啊 对 人家那正正 整整的土鸡蛋 那你们在什么 我去做饭去 中午准备让我们吃什么的 千层大馒头行吗 可以 记得炒点料件 啊 行好嘞 搞定 然后做饭去 我们这里每到周秋节的时候 都会蒸一锅大馒头吃 依依着团团圆圆 今天我们蒸个千层大馒头 你看早上发的面 多好 这做千层大馒头啊 这面必须的硬一点 咱们先把这气泡给揉出来 南方人吃米 北方人吃面 我们北方人最爱吃馒头 这个千层馒头 好吃是好吃 就是做起来飞机 好 开始呛面 这个枪面最少的枪上三四次 它那个层次才能处出来那个千层 好了 最后一遍 最后一遍的时候得放一些油 我再敲敲一层面 我再敲敲一层面 来 好了 上锅 行 然后吃饭 炒 好 炒牛肉酱去 好了 可以了 开始放酱 放点味精 好了 大家小火熬一会 馒头好了 我们先去看馒头 看今天的馒头蒸的怎么样 不错 你看都是一层一层的里面 是吧 千层的 快来吃鸡蛋了 不是快来吃菜了 吃完菜给我下鸡蛋 吃饭了 快点赶紧洗手吃饭 牛肉酱 馒头 带着馒头吃快 馒头 这么大的牛肉 好吃 嗯 嗯 嗯 鸡蛋馒头这么好 千层馒头 怎么样 好吃吧 好吃 牛肉有点硬 嗯 酱好吃 馒头更好吃 这酱我觉得 蘸鞋垫子都好吃 哈哈哈 这是我鞋垫子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不是在 어머 吃饭了吗